今天就來介紹 我們的女來賓們太委屈了 來 我們的女戰友們 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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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倫 好 男生代表 來 東諺 好 這位要特別隆重介紹一下 對 她是誰 田田的新婚的老公 新郎 算是跟你有點疙瘩的 有點疙瘩 算是我情敵 對 因為她現在在幫我 照顧我跟田田的小孩 真的 你怎麼會這樣 亂講 委屈你了 瑋瑜哥 你不要這樣 她會當真耶 我每個月前 都有進田田的戶頭 改一下那個戶頭 換成我的 換成我的 說出田田的三個優點 第一 快 漂亮 可愛 第二 小 你三個優點 都違背自己的良心耶 你還沒生氣 說出取她的三個原因 第一 可以做家事 第二 第三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等一下 這個為什麼 這個管家的感覺 對 找看護 對啊 按摩 倒垃圾 你看人家田田講的這句題 說出嫁給宋先生的三個原因 第一 那個時候之後他要我 第二 他真的給我告白 其他人 然後年輕力壯嘛 就覺得不錯 壯得跟挑戰 他們兩個差幾歲 我們差滿多歲的 就跟賈建武跟修傑凱差不多 看過姐的六歲 他們超久了啦 超過六歲 他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好 來 歡迎George 男女的話題一定要有 地表對講兩性專家 George George 謝謝 感謝 大家好 今天要以專家的身分來提點嗎 不敢 是 來 儀式感 到底要什麼儀式感 妳才會高興 對 我們先從剛新婚的婷婷開始 好的 對我來說就是要 生活角落一定都要有香味 真的 這很困擾 怎麼說 這怎麼會困擾 這個很重要 誰希望一個家裡臭臭 都是我們的汗味 因為像 當然是西灣店上的 因為像妳家 芽芽可以接受妳的老人味 但是我們是誰 什麼叫老人味 是牛肉味 必定 我沒有 我都是天然的果香 郭英 果香 對 我就需要家裡每個角落 包括我自己的每個部位 都要非常非常地香 我家的每一個地方 都一定會放 能夠有香味的東西 不管是噴的 或它自動噴的 或燒的 或點的 或者是我渾然天成的都有 那妳們家會不會變香水工廠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香 因為如果家裡回來 你沒有香香的感覺的話 你就會覺得 這個家好像就是 不興旺 不興 對 因為我們不點香不怎麼樣 那靠得到人就是香味來維持 然後香味的那個氣氛 我會這麼說香味很困擾 妳知道嗎 因為香味這個事情很主觀 你喜歡的香味 跟我喜歡的不會一樣 我老婆都喜歡花果系列的 對 我也是 天甜 我喜歡廟裡面那種 那種 回家裡廟會的感覺 對 就像我 你看我都一定廁所要廁所噴霧劑 然後小罐的隨身攜帶 然後很多香水 然後每個角落 還有那個是小朋友可以用的 寶寶香水 因為現在他不能用那個酒精 然後所以我就是整個櫃子 都會有香水 然後像我的那個床頭 就要有床頭的擴香 床頭噴霧劑 然後還有床頭的精油 然後跟睡眠用的 平常用的 噴老公那一邊的 像這個他就不懂 這個就是一個跟名牌 潮牌 聯名很難買的香味 這個大概要六 七千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 它很像什麼雷鋒塔或什麼的 他就不懂 以前我單身的時候出去 這個就是專門讓你的內衣 內褲是可以有香味 然後噴的 你是說隨時補充香味嗎 對 就是你的內衣褲 因為你可能隨時都要做好 被打開的準備 在你單身的時候 你要做做各種細節 不是想太多了 然後再來你護手膏 你一定要有香味 因為其實男生常常 你看指尖有沒有 就摸他的臉 摸到他 你手怎麼香香的 香久了 你就 然後他就說 然後因為像我乾洗手 也要買有水果味的 然後跟 這個是頭髮的 髮香味 這個很重要 對 這跟頭髮的 最近很流行 然後這個是肺洛蒙 你塗了之後男生就 吸進去了 真的假的肺洛蒙 味道是什麼 它是比較舒服的 男生聞了 就跟 就是中了愛情醬一樣 那很厲害 這個是插在動脈 動脈處我記得 然後隨著體溫 你一聞 你真的會愛上他 你知道嗎 田田你好可愛喔 謝謝 好想娶你 就是會一聞 對 然後再來這個 另外一種來 這個又不一樣 因為出門 我就會幫我老公用儀式感 用這個 因為他會響叮噹 響叮噹 讓你今天錢財都來喔 然後玩的時候噴他 招財 對 然後可是這是香的 這可以噴頭髮 噴身體 噴衣服 就是 想叮噹 好漢做事 好漢當 對 小叮做事 小叮噹 對 然後這是車子的那個方向片 用紙的那個比較不流香 然後這是塑膠的 所以比較能夠 流香流比較久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口罩也要噴香 因為我每天講話 尤其你的口罩都臭到爆 我的口罩香得很 你話那麼多 我的口罩跟蜂蜜一樣 這首話你講得出來 然後這就是噴著口罩 口罩會變香香的 然後你自己聞也會舒服 然後再來 這也是護手霜 然後少女的味道 然後另外當然還有 你隨…這個就是我說的 另外的乾洗手 然後洗著 手會亮亮的 然後那個味道很甜 你真的很千百種 你的儀式感真的很重要 然後這是小香水 我們出門有時候 你看要看場合 如果今天的男生都像 像Jorge哥這種 可能就適合這一瓶比較女人味 成熟一點 我們現在來問宋先生 甜甜的這種儀式感 各種這個香氛的儀式感 你覺得如何 在你生活有沒有 讓你更療癒 我覺得完全沒有 我覺得超不小心 家裡的那個味道 對啊 很棒 可是怎樣 A味道 B味道 C味道 加起來 就像男生的汗味加起來一樣 哪有香味 怎麼這樣子 有的味道滿刺鼻的對不對 對 而且他剛剛有說 他不是有很多什麼點的蠟燭 然後那個芳香機 就是加水進去 對 噴霧 水氧機 然後他那個芳香機 他就放在地板 然後第一個 他有時候叫我打掃家裡 打掃家裡 你不要顧一下 打掃家裡 我要拖地 然後有時候不小心用到 就很煩 我就還要再處理那個水 水又灑出來 我就說 你要買可以 你不能買那種就是 那種可以把那個鎖起來 水不會倒出來的嗎 每次用出來 我然後再清 你為什麼要自己去包我的那個鐵倒 重點是 家裡的那個地板 還是木地板 然後我拖地了 然後那個水又翻出來 翻出來就更不爽 我要去清 然後地板 我才不爽 我裡面精油已經加了 你浪費我的精油 對 然後那個水就是 加了精油之後更難清 不是一般的清水而已 油油的 油油 除一層這樣 他就算他該在的地方 你幹嘛會打擾他呢 可是很熟人 你要不要包就好了 趕快幫他們解圍一下 這個新冠夫妻為了這個芳香劑 就這樣子醜 對嘛 你看可云 他剛剛講到這個香氛的時候 是多麼的眉飛色舞 就一講到老公這一趴 忽然就開始 你看他幹嘛碰我東西 對 這個在暗示什麼 這樣的心理狀態 這個就是這個 我自己還是有 我自己的原則 跟地板是不可侵犯的 當然我們必須要講 其實兩位都沒有錯 都是為了這個家庭好 可云他有自己的 經營空間的一個哲學 他經營空間的哲學 也就是說 感官這件事情 是女孩子她比較注重的 在生活中 從觸覺 味覺 嗅覺等等的 像可云很明顯的 她就是嗅覺取勝 嗅覺派格 每一個角落 除了是客廳 除了是沙發 除了是餐桌 我都需要在這個地方 有它的氛圍 像這種生活中每個角落 一定要有香味 絕對是OK的 對 但是我們有時候我們的先生 也稍微照顧一下太太的感覺 就讓她在家裡面經營她 屬於她自己的這種感官的生活 我覺得是無可厚可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的香都是 所以你需要 後面這裡可以不用了 可以不用了 對 妳這時候應該講說 老公怎麼聞都是香的 對 就說我20年前遇到甜甜 她從彰化來台北發展 然後做一些那種 有點幫庸的工作 我就認識她 我就說 妳過來 妳一個嚇人怎麼搞得那麼香 玉琳哥 她以為妳要講什麼 我跟你講 你真的很像我第二個老公 因為他在家裡 一直這樣講笑話 我都笑不出來 你現在講那個給玉琳哥聽 玉琳 我問一下玉琳哥 玉琳掉下來之前 他會說什麼 玉琳掉下來之前他會說什麼 我破了這樣子 他會說 晚安 為什麼 他要睡了 來 我玉琳的儀式感 玉琳的儀式感 就直接拍過去 好笑 好笑 儀式感 Stanley 甜甜平常在家裡面 會穿性感內衣勾引你嗎 不會 不會 有 她的自己 她不是說性感 而是用她的標準來 對 我上次那個很性感 蝙蝠 那個萬聖節 妳認識那個萬聖節的 對 可是她性感 她有南瓜在我這裡的 真的看不懂 所以她都以為都一樣 沒關係 慢慢來 東諺東 我最難忘的情人節 甜甜妳的難忘情人節 我有一個最三寶的 不是三寶 不是三寶 是三寶的情人節 所以三寶的情人節 是什麼 燒鴨 油雞 油雞 燒肉 醉皮擦燒 醉皮擦燒 可是那時候我 有一個非常非常心儀的對象 然後我就超級喜歡她 然後妳知道嗎 就是妳 妳在約男生的時候 尤其是女生主動 妳一定要在很久之前 就跟她預約 然後讓她就是不會去想到說 這一天是情人節 要贏的就對了 對 所以我就很早之前 就跟她約好那一天 其實那一天就是情人節 那很早之前跟她約說 哪一天我們去看電影 妳那一天應該沒事吧這樣子 那當然她就會說 好 OK 她當下沒有察覺到 當下沒有察覺 所以那一天是情人節 所以她就說OK 那我們就約好去看電影 然後就是我們要去 我們就約好去City Link 就南港那邊看 那剛好那時候我 剛考到駕照 其實我就整個 腦子就想說 我要開車去接她 那我車用Mini Cooper 然後她就一直說 不用 沒關係 好 我們直接約在那個電影院間 然後到電影院 終於 真的感謝老天爺 她就是 她不用不能拒絕的就是 我們要去停車場 就是City Link停車場 不是要轉這樣子上去嗎 很多個彎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我剛考到駕照 其實我技術沒有很好 然後我要抓 其實那個City Link的 那個停車場也沒有很好抓 然後我要抓那個位子的時候 太偏了 然後我就想完蛋了 因為踢一聲 踢到 然後踢之後就 然後我就刷一整排 那時候我就很緊張 然後後來之後 我就問她說 妳還好嗎 她就問我說 不是 是妳還好吧 然後我就說 還好啊 可是還在刷 然後還在刷 對 然後後來她就問人家說 妳要不要報警 因為好像車子 妳不管自撞或被撞 都要報警 如果妳要出嫌的話 更要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說不要 因為我覺得說 秦森姐還要照警察 來做筆錄什麼的 好晦氣 對 好晦氣 然後後來 分不及力 隨便找一個車位 我說應該不會很嚴重吧 一下來 鏡子也掉了 然後什麼 我的KOOPER顏色 怎麼 我本來是綠的 什麼都變贏了 然後就沒關係 考慮都不見了 我就說沒關係 我們先去看電影 她說 妳看 她說妳也確定 不是 我說 還要耐住性子 對 我就說我確定 妳真的很喜歡她 對 我真的很喜歡她 然後我就說 阿姨上去又看網命關頭 沒有 然後她就說 可是妳車子 是新車子 妳之後這樣真的沒有關係嗎 我說沒關係 反正我出嫌 可以之後我再叫警察 她說好 那OK 那我們就去看電影 然後看完電影 我就說 我還是可以送妳回去 她就說 沒關係 我自己坐捷運就好 妳要不要處理車子 她就說 要 她就說 要不要陪我等警察 然後我就講說 她陪我等警察 這樣做筆錄 就是 那個 那麼浪漫的一天 那美感就沒了 然後這個美感就沒了 搞不好妳還被上銬了 不會 對啦 反正後來她就坐捷運回去 然後當然 我就叫警察來 然後警察就來 就要量 就問 然後就寫 然後之後我又要約她 就是說 我們要喝咖啡或幹嘛 我都說 我可以去載妳 她就說沒關係 我坐捷運就好 然後後來之後 就無疾而終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那個男生 還沒萌芽就枯萎了 應該就是真的被嚇到 要是我也會嚇到 會覺得妳很不吉利 不是 會嗎 因為 怎麼可能會搞成這樣刷一排 不是 因為很緊張 對 就是女生的緊張你們能不能 我那時候也是剛會開車 跟一個女生約會 那個笑話我也是 剛會開車 我那時候買了一台TOYOTA 我就開著那台車 帶他去附近漁港 我也是 先是 因為我那時候 就是我們在開車 因為我們在左邊開 右邊那個距離抓 抓不是很精確 有一個阿伯就在我車子旁邊 我竟然有辦法車子 就壓過阿伯的街角 好可憐 我 我就感覺到 這樣子 我知道壓到 我就按下車窗 那個阿伯說 妳 妳 妳 駕照是用雞腿換來的 口袋裡面有兩萬塊是約會 你就 約會 約會要花的錢 約會幾萬 那個年代 對 兩萬很多 把我存款幾乎全部提出來了 然後兩萬塊我就 我當時就放在這邊 我就讓他拿著 因為你不能先說他 阿伯 抱歉 因為我趕時間 不然要多少才可以處理 然後我看阿伯給我上下打量 因為我約會已經穿得好像 很 沒有錢這樣 我心想說糟糕 反正我想說最慘 最慘 我就把兩萬塊拿出來 就拚著今天會約不成 就 就算了 那個阿伯遲疑很久 我就越來越緊張 阿伯要多少 我怕會講10萬20萬 阿伯說 這樣 沒有啦 你那邊有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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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播出兩張一千的 兩千給你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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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啦 那不錯 很大方 很好 我整個一塊石頭 鬆口 碰到一個好的 對 不然你那邊有兩百嗎 對 那笑話的你覺得你很大方 對啊 後來有成功交往那個笑話嗎 也沒有 因為女生就是這樣 她覺得說你這個男的很不OK 不激勵 對啊 決定就是無疾而終 你只要出這個事 大家情緒都怪怪的就對了 就出了一個意外 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我們兩個的組合 八字不合 對 我們常說情人節 如果情人節你禮物送得好 就生活沒煩惱 女生們覺得喜歡收到什麼樣的情人節禮物 我覺得婚前跟婚後會有差 婚前你會覺得心意 心意就好 很重要 可是婚後我覺得真的送錢就好了 很多女生就知道 就剛生完小孩 其實會有一段時間 對性生活沒有那麼的樂衷 因為就會覺得帶小孩很累 很滿 對 然後再加上可能是 覺得老公黏梯梯梯 他稍微靠近你 對 所以你也不想跟他對到眼 可是老公可能會覺得說 是不是哪裡不對勁 或想要買輔助品 然後有一天 對 然後我有一天我老公就是 就是情人節 然後他就覺得說 要送禮物 然後他就叫我快點去拆開 他就很開心 因為那一陣子我都 真的興趣缺缺 然後他就去買了一罐好 他說他去找了很久 然後一罐润滑劑 然後他還說這個 是什麼 會熱 熱完還會變冷的 什麼 他就說我們要不要快點 來試一次 可是我跟你講 我真的沒有興趣 而且真的不是這個禮物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男生 就是到後 就是婚後禮物 真的就是 你還是時機一點 但我老公在婚前的時候 雖然他是一般上班族 可是我覺得 反而那個時候的禮物 讓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他送我的生日禮物 是他全部 太強了吧 對 他親手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 他怎麼有這種特殊才藝 我也不知道 而且是他都沒有在家裡逢 而且很可愛 他是帶去公司外面 然後就是 把他縫一個這個包包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心 就是那種牛津包 對 我覺得這種心意才行 我覺得心意 平常卻有的不的跟著還好 而且這個獨一無二都不會撞包 對 而且做得非常好 對 需要花很多錢 但是卻很受用的那一種 對 可憐 就是你跟他 好想知道你的 你跟宋先生有什麼專屬的這種 自己的情緒 好 第一個 來 狂熙 吸對方的體味 就是 體 體味 不是體味 自己也是體味 看到新婚夫妻那麼樂於分享 對 因為我看我老公真的超奇怪 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他就 不知道為什麼 他好像企圖犬 他就趕快聞我的腦 頭 一直 你一直聞 你一直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要這樣子 而且他是在外面 在收購 在高級餐廳 什麼都會這樣一直聞 然後他就一直聞到 就跟你講說 好聞 就是 就是你最後 你的高潮點 你怎麼會有一個爆點 會 都給你 對 他就會這樣子 然後他就一直聞 如果頭髮 頭髮不讓他聞 他就聞其他的地方 就是 對 其他地方 比方說哪裡 就是 例如說腋下 不是 奇夢 你說在外面嗎 沒有 當然腋下是在家裡 他就會躲進來 然後有時候老婆 他會從下面 他就說 他 不是 我的天啊 不是那個下面 不是 不是 他就會突然來這邊 然後他就會 又剖破壞就說 這是我女兒出來的地方 你以前住的 然後他就會跟我女兒說 你以前住的地方也好香喔 所以他想要問我女兒以前的家 對 就是他就會很喜歡 我身上任何的味道 然後他就很享受在這裡面 這真愛 我覺得最主要是 很喜歡我 我幫宋先生講幾句話 這個是有科學根據的 人會互相吸引 外貌其次 最重要是 你有沒有發現 人為什麼愛狗愛貓 不會愛豬 你知道嗎 其實豬也不會不可愛 那是因為狗跟貓的味道 是人類愛的 所以你看養貓養狗的人 是不是都會抱起來 在他們一直聞 所以 為什麼你會成為 老宋的天之嬌女 他為什麼不去選擇別人 是 但是 但是 他的好聞 不見得代表我的好聞 就是每個人喜歡的味道 每個人身上的氟蒙都不一樣 所以可能你們兩個的味道 是對的 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碰過這樣子的人 就是只有他會這樣 沒有 我最主要 我最喜歡聞他的那個 哪裡 髮香 頭髮的部分 嚇死我了 因為我跟妳講他每次 就是看直播 然後就買好多的洗髮精 然後每個都用一點 然後每隔天又換 有時候我就會發現 你今天是不是換洗髮精 他就會對 他就說我怎麼知道 我說我每天都有在觀察你的頭髮 就是你的大頭髮的位置 對 因為他每次都 髮香是第一啦 那第二是哪裡 第二 我真的有時候也會就是聞他 大腿那邊跟肚子 他剛剛講的那邊 然後有時候我就 聞一聞然後 聞一聞然後捏一捏 然後就 要不是現在有這塊隔板 我現在就想要過去聞他的頭髮 然後捏一捏他的肉 然後聞一聞他身上的味道 大腿跟肚子的味道 大腿跟肚子的味道是類似什麼 就是他有時候會噴響 不然就是他那個沐浴乳 剛剛是那個洗髮機 然後沐浴乳也是 就是會買很多 然後都買那種很香很香的那一種 對 因為我都很 所以我都很想聞 一直很想聞 他們都會講說 這會讓男生的魂整個被牽進去 然後你的身體乳 牽進去然後又頭排 對 然後我就都會使用 可是他就是 可是他造成我的困擾是 他真的在哪裡頭都 他鼻子就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一直要往我頭裡鑽 沒有 因為我們身高剛好 他又比我矮一點點 所以我剛好站他的那個位置 就是剛好 我可以隨時想要聞 就一直聞 一直聞一直聞 然後就埋進去這樣 而且他又貼很近 然後有時候不小心 我會想說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怎麼 就是他要死 就是在你的時候又很 我會以為想說 怎麼聞 其實 我發現十個男生 九個都愛聞 只是說 好不好一直做得這麼明顯 我也愛聞我老婆的 但比較敏感 因為我喜歡聞乳香 這樣子會不會太變態 應該正常 正常 在你的生活圈當中 應該沒有人在討論這種事吧 對 我每次來上班 我都好開心 得到很多新的故事 吸這種事情很微妙 就是說 他有一個樂趣在 但是有時候就 又不能講出來給人家知道 是 來 千里來 換我 你的專屬 小情趣 我會叫我老婆幫我抓背 然後幫我吹 就是我喜歡的幫我吹整個身體 把整個身體吹乾 因為濕濕的 好 主要我覺得第一個是那個抓背 因為我覺得抓背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 真的很舒服 對 真的很舒服 尤其是 其實我們是可以自己 有時候手會勾不到 然後我們可以用那個抓癢不求人 但是抓癢不求人就是 你就覺得就是好像還不夠 沒有指甲 而且抓癢不求人 他那個接觸面積太小太細了 所以我就會請我老婆 幫我抓背 然後抓背 每次他都心不甘情願 情不願 他都覺得我的背很髒 我們要求一定要我洗澡碗 因為會有油垢 真的 對 有時候抓完指甲就黑黑了 對 然後裡面就會有塞油垢 對 我就會請他幫我抓 但是他願意幫我抓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爽 而且我就要求他從上到下這樣 你跟森達一樣 我就覺得好舒服 我跟你講 他還很煩 他還說好 我現在還分格子 來 上面 1 2 3 4 5 6 7 8 9 1號 3號 6號 9號 對 然後他就會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就 當然我就覺得抓得有點不太煩 但是他就覺得 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然後我就說 來 你體驗看看那個抓背 然後我幫他抓 他就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就覺得好像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抓背 但像我這種人就覺得抓背真的 那個舒服的程度如果1到10分的話 那個大概就是9分10分的程度 對 他就 反正很愛抓背 但是相對的我就是除了抓背之外 就是我們彼此很喜歡互相吹毛 對 因為從我們交往開始 他就都會幫我吹頭 我都會幫我 幫甜甜吹頭髮 對 所以我吹頭髮 我就覺得 一個男生願意幫女生吹頭髮 是很甜蜜的事情 對 然後到後來 你幫他吹哪裡的毛 他要求比較多 因為我最要求頭髮而已 他 他就會洗完之後 然後就出來 他就會赤裸的 然後就躺在床上說 吹吧 然後就... 腳開開 腳開開 他不要彈座 他說吹吧 然後我就... 他當然不是那個用... 是用吹風機 吹風機 吹風機 用嘴也不是不能吹 對啦 就是真的沒有電的時候 吹不吹不乾 一陣一陣 那是吹蠟燭啦 不能吹頭髮 用嘴吹就是會比較久而已 對 頭髮不會乾 然後後來 因為我們家是Dyson的 所以我就會幫他吹頭髮完 然後在... 他還會吹薏毛也要要求 薏毛完在... 有毛的地方 然後再來換那個 重要的部位 重要部位的毛 要怎麼吹 就是還是... 我跟你講 他還跟我講 有時候因為Dyson不是會挑嗎 然後左邊冷風 右邊是熱風 然後還燙到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 他燙到 你就說你在烤小鳥喔 然後... 你就... 我照片用那麼趴 注意溫度 然後那個距離也要拿捏好 不然你太近就很燙 可是那個Dyson 我就想捅近一點去幫他吹啊 然後他就是... 他又要規定我溫度 又要規定我距離 對...距離跟溫度要拿好 他就說一定要涼風 然後熱風只能一點 然後距離要間隔 那個...就是... 然後反正最後 真的從頭到腳了嗎 要有一個距離 對... 尤其如果熱風很強 靠得太近 那就不是... 不是在吹嘛 因為真的變烤小鳥 對啊 然後之後 這個動作不會吹完之後 我還請他幫我吹那個腳 腳底板跟腳趾縫之間 就是要吹乾 因為怕... 他就很愛被吹 會有那個... 可能會香港腳什麼樣之類的 反正就從頭到尾 我就請... 我就會裸光光躺在床上 叫來幫我吹 這樣子 這五星級的享受耶 對... 然後吹完之後再抓背 那個舒服度 兩百分 對 然後他等一下幫我吹完頭髮之後 他就會幫我按一下 就幫我推油 然後身上抹油 然後這樣子用... 這樣子手這樣... 對... 單次夫妻如果做這種 這麼親密的行為 那個做著做著就會起色心 會吧 對啊 有時候 有時候 因為他很白癡 因為他常常... 有時候我說冷氣很熱 就要開涼一點 他就說那不然你把衣服脫掉啊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對我做... 就是因為以前也沒有人 對我做這種要求嘛 所以你聽到的時候 有點不自在 就Stanley是... 你... 有史以來第一個 會叫你把衣服脫掉 對... 以前都是你主動脫掉 人家叫你穿起來 對... 而且那個時候 就是會按摩 因為有時候身體不舒服 他幫我推 按油 他還會說那你反過來正面 那也是... 通常也不會有人這樣要求我 通常都把我壓在被... 就是按摩 就是像那個洞裡面 把我頭放進去 盡量不讓我的頭起來過 然後他也會叫我翻過來 所以你看 這就是真愛啊 真愛 對,真真愛 以前婷婷交男朋友 他想說有時候想要勾引男朋友 男朋友一回來 主動把衣服脫掉 男朋友很兇耶 他會在我幹嘛 幹什麼 一下班就給我這樣 對,你穿回去 然後他自己就出去了 穿好,再叫我 然後我頭才進來這樣子 來,所以就是 至少要真愛就不一樣 而且 因為現在我身體就是生病嘛 就...所以我越來越... 會越來越胖、越來越腫 就必須要去國外買大尺碼 來 穿大尺碼的衣服挑起 因為大家像洛西 穿這樣子 就性感衣服很正常 但我們這種大尺碼的... 你也可以穿這樣 就是你要買兩件 把他瘋成一件 沒有壞耶 我不用 我就上美國網站買就有了 反正就會穿... 就是他那個... 那個就有性感內衣區 然後大尺碼的 然後就是會一半 然後例如說 我打扮成南瓜 或打扮成蝙蝠 都... 對啊,因為都是一些奇怪的角色 才有大尺碼 然後... 對 還有 然後犀牛也有 對,犀牛也有 和馬 和馬 對,和馬也有 對,然後草尼馬也有 然後草尼馬也有 這樣子 他就很興奮耶 然後他就很開心 他就說 我好漂亮喔 因為你這樣穿很性感 沒有,因為他穿大尺碼 就等於甚至那個... 他以前 就是那個... 他等於下面有點 看起來像沒穿那個 就是褲子消失 對,消失 會有幻想 對,褲子 然後就會覺得 這樣好像不錯喔 對,然後他就會 就是要來做一點 這個的性感在於說 你不確定他裡面穿什麼 對 但有時候很掃心 你到底穿什麼呢 一先看 他沒穿 我真的很掃心 當然裡面就是沒有穿 但是那就是這種情趣 你看那個是有感覺的 對,我覺得這樣就是 他就說老婆你的... 這會很有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老婆你的蝙蝠好大 然後其實是 撐大的 還有那個南瓜 南瓜皮好大顆 他就好像說好像馬車 然後就很開心 他就說他想坐進去可以 身材還好啊 他就說可以坐進去可以嗎 才好才會... 對啊,然後我就可以啊 森達你對於他們這種情趣 有什麼評論 我很想給他們祝福 可是我的表情又做不出來 哈哈 整個了 五味雜陳 但是聽起來又很甜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